网卡测试 618的时候我又配了一台电脑 处理器是intel的13代13600KF 然后用主板是明轩的B760M 他自带了一张无线网卡 这个没有测透 看不出来 天线是露出来了 然后他自带的网卡是AX211 因为我之前只用过AX210和AX200 没有用过AX211 所以这一次接这个机会 然后做个对比 这个天线肯定是比笔记本内置的天线要好 这两根外置的天线 然后离路由器更近 我目前笔记本是放在这边 笔记本连的WiFi是这样的 写上速度2.4G 这边的显示器是接的主机 是也是写上2.4G 我们先看一下AX211 能跑什么速度 先测一下南京 南京电信节铁 这速度不正常啊 显动度是2.4G 600多900 上行就不看了 上行肯定是能跑满的 再试一次 显动度掉到了1.8G 测速的时候又上去了 2.1G 然后现在是1000多就掉下来了 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凌晨4.52分 现在肯定是没有人跟我抢网的 所以这个速度 跑不上去就很奇怪 看这个图啊 看这个流量图 这流量图你看速度冲上去之后就掉下来 前面也是冲上去就掉下来 搞不懂它 它的速度为什么那么不稳呢 再试一次 显动度是2.4G 现在掉的就更多了 根本就没冲上去 还是这样的一个一个速度的一个图形 现在跑到了500 600 888 这个数字还蛮凄厉的 然后不看了 然后再看这个这边的电脑 这个是MT7922网卡 斜当速度也是2.4G 然后这个电脑是比这个台式机离路由器更远一些的 远的大概半米吧 看一下节点是一样的 南京电信 这个速度就一下子稳稳的就过了1000 然后等一会儿 这边的流量图出来之后 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流量图是什么样的 上行就不看了 上行不看了 把流量图出来了 是基本上这条线是1G 然后上面一条线是2G 这条线上面这个速度其实是很稳的 基本上没什么波动 再测一次 又是过1000 很稳 稳稳不看了 其他动作没变 上行不看了 再来一次 也是过1000 这个没问题啊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看一下这边 同样一个WiFi啊 写上速度还是2.4G 然后它这个速度上去就很慢 对吧 节点都是一样的 连的WiFi也一样的 你的网卡是英特尔的 也是WiFi六一的 不知道为什么速度就是上不去 我现在这个电脑是刚配的 软件都没怎么装 然后处理器 跑速速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占用 肯定是没有瓶颈的 再跑一下看看 那还是不行啊 500 600 800 900 哎 这次上来了 这次 但是上去之后又掉下来了 过了1000之后 立马掉下来了 等一下这边流量图出来之后 再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流量图就是一个尖上去之后 就立马就掉下来了 这个 这个就一点都不稳 然后南京节点测过了 我再换个节点 再给大家试一下 南京 镇江 试一下镇江 好 镇江过700 过700之后又掉下来了 这个速度 那协仓速度掉到1.1G了 我搞不懂 它为什么会掉这么多 289 鞋浪速度又掉到800多 这次上去 这次速度上去了 跑到了1180 这个就是 MTK 正常跑的速度 就是 英特尔的要测好多次 好不容易才能跑这个速度 但是你看这个鞋浪速度 鞋浪速度一G 所以这边跑 1197 就很奇怪 我不知道它是更新慢还是怎么回事 1197 这边协仓速度是才500多 真搞不懂 把它关了重新再看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没更新啊 现在是2.4G了 估计是 但是又掉下来了 又掉下来了 2.4G和500多兆 一直在波动 镇江也是车三次啊 刚刚有一次跑到了1200 这个第三次又不行 然后这边协仓速度是200多 第三次你看又是四五十兆 这个速度就太低了 然后再看一下这边 这边也是一样 同样的WiFi 再把这个节点切换到镇江 镇江电信 然后我们再测一下 MT7922 看看它的速度怎么样 没有没有延迟 就一下子就冲到了1000 然后再慢慢往上往上 往上充满 对吧 首先你基础的速度1000以上这个保证的 然后高的速度就平运起了 比如说网络质量稍微好一点 这个速度就高一点 网络质量稍微差一点 它就低一点 对吧 起码跑到1000以上 这个这个就说明网卡没问题 然后再 不切换节点 继续测 测三次 上行就不看了 然后这边的流量图看一下 就是比较稳的 他没有太大的波动 第二次也是一测就过1000 所以我做评测 为什么要用 MT7922 网卡 就是方便嘛 你测速一测就过1000 你要用英特尔网卡 你测个几次 好不容易过1000 你就截了一段 对吧 没什么意义啊 所以 所以我测路由器 测来测去 最后就换这个网卡 才能跑一个比较好看的速度 用英特尔网卡 用英特尔网卡 我之前英特尔网卡测好多次 速度 速度好看 才才解下来 用这个 MTK的就基本上每次都可以 基本上每次都是很好看的速度 嗯 正将的测了三次了 反正这个 MT722 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英特尔的 AX211 嗯 好 嗯 连远的测 哦 host отп溯 优買 真的 想 Resident M